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主题就是我自己经历了三个月 然后差点让我不敢怀第二胎的主要原因 就是害喜 只要一起床就立刻冲到厕所去 然后就是每天膜拜这个马桶 我先生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马桶擦得 勃亮勃亮的 我觉得害喜这个部分 看起来应该是遗传 因为所有的母亲就是我看到的情况是 就是有些人其实本来是吃得很好的 有些人是吃得非常糟的 但是有的人会害喜 有的人不会害喜 这跟他原本的饮食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跟遗传有比较大的可能 我妈妈害喜也害得非常的严重 可是在害喜过程当中 因为医生常常建议我们吃这个苏打饼干 那我后来才发现 其实在害喜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跟电解值失衡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吐 然后就造成电解值失衡的更厉害 然后就造成害喜的症状更严重 那苏打饼干因为里面有盐嘛 所以它可以帮助止吐 那但是我那时候吃很多苏打饼干 所以我一开始第一胎开始发胖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苏打饼干是成香成香的吃 苏打饼干有高淀粉类 所以它是不管是用什么材质去做的 它的食材是什么 它都是高糖的食物 所以它对平衡血糖没有任何帮助 这是为什么我后来除了吃苏打饼干之外 我还吃大量的冰淇淋跟这个橘子汁 因为orange juice在美国怀孕的时候是 常常被建议这个孕妇要多喝的 结果到最后我就得了认成糖尿病 我们等一下会来讲到这个部分 但是我现在要提醒你们的就是 如果你有害喜的现象的话 最好的方法不是吃苏打饼干 而是在你的水里加天然的海盐或盐盐 也就是一定要注意补充自己的电解质 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吐的情况应该会减少 但是由于我觉得它是遗传 所以该害喜的妈妈可能还是会继续害喜 那你们就辛苦了 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好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讲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食欲 为什么呢一定要谈这件事情呢 因为所有的妈妈都一定会很紧张自己的体重 就是我会不会因为怀孕而发胖呢 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事情 女人只要怀孕之后就再也受不下来了 那我就是最好的例子啊 我是怀孕以后胖起来的 那我一直以为人只要怀孕就一定会发胖 因为这就是我妈怀我们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所以当我自己在怀孕后发胖 我就这个注定就是认命哦 可是其实你们现在看我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一定的 如果你在怀孕期间每一餐都可以吃得很精 食物组合非常的好 不正当血糖的话 其实你身上所有增加的体重 应该都是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了胎儿 所以如果你们要注意自己的体重 最好的方法就不是控制食欲 因为你们现在的食欲一定是会增加 你的荷尔蒙正在调整 当你荷尔蒙一调整的时候 它第一件事要你做的就是让你食欲增加 因为就像我们说的一人吃要两人补嘛 就是现在不是你只有为自己而吃了 你还要为你的下一代吃 所以你的身体一定会指示你去吃比较多的食物 那让你吃多一点东西 不表示你要吃错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因为食欲变大 所以你随身一定要携带好的零食 也就是说不要在自己开始变饿的时候 到处乱抓东西 我常常会看到孕妇随身携带一些饼干啊 或者是吃一根玉米啊 或者是吃一个苹果啊 这些玉米跟苹果是营养的东西没有错 可是因为它们都是高糖食物 就是它们是淀粉跟苹果里面有很多糖分 它们会震荡你的血糖 对胎儿的伤害非常的大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因为你现在是一人吃两人补 所以你随身一定要携带这个非常健康的零食 比如说小鱼干炒花生啊 或者是带点这个腌制鲑鱼在身上啊 坚果啊 煎几片肉片带在身上啊 像我在美国因为买得到好的培根 就是带几片培根在身上也很方便 所以一定要记得要随身携带好的零食 才不会乱抓食物 这个是对你的体重跟胎儿的这个健康 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哈喽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怀孕常常见的几个问题 就是认成糖尿病 胰岛素阻抗以及甲状腺问题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 我要先跟你解释一下 由于刚刚我讲的这些问题 都源自于内分泌系统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解释一下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是内分泌系统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肾上腺可以影响脑垂 脑垂体可以影响甲状腺 甲状腺也可以影响性荷尔蒙 那同样的道理 反过来它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性荷尔蒙可以影响甲状腺 甲状腺可以影响脑垂体 脑垂体可以影响肾上腺 它们之间是没有分界的 所以它们叫Axis 就是在一条主轴上面 它们可以互相影响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由于你现在是怀孕期间 所以最大的变动是从性荷尔蒙 开始出现变化 那性荷尔蒙可以回来影响 这个每一个这个内分泌系统的 这个重要的腺体 所以你会看到一开始怀孕 就突然开始有甲状腺问题 然后突然开始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血糖的问题 因为胰脏也其实是内分泌系统 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 就是在这里面 胰脏是其中一个成员 胰脏很特别 它不只是内分泌系统的成员之一 它也是exocrine 就是应该是外分泌系统的一个成员 因为你怀孕一初期 最大的变动就是性荷尔蒙开始做调整 因为它要稳住胎儿 所以现在它会回来 再影响所有其他的人 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肾上腺这个腺体也就非常的重要了 那什么东西可以直接影响肾上腺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运气的血糖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我以前一开始起床 就吃不停的吃苏打饼干 那苏打饼干全部是化成糖的 所以我没有吃任何有油有肉的东西 去平衡它 血糖就大力的震荡 高升上来之后 升的多高就降的多低 它一到这边的时候 就又影响到胰脏 那其他的内分泌系统就开始 不只是受性荷尔蒙影响 现在也受血糖的影响 好 那上来之后 它又掉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 如果说身边没有准备 可以平衡血糖的零食的话 你随便抓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就吃一根玉米好了 它很营养嘛 可是玉米里面的淀粉值很高 所以现在又没有任何油跟肉去平衡它 血糖又再大力的高升 然后就这样整天 每次掉下来的时候 肾上腺都会疲劳 它都会受伤 所以当你肾上腺开始有问题的时候 它又回头来影响所有其他的腺体 因为它在内分泌系统里面它很大 所以因为它掌管生存嘛 只要它一出现 其他所有的腺体都应该要让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当你的新荷尔蒙正在做大型的变化的时候 血糖的稳定有多么的重要 因为它可以在这一头撑住这个所有的改变 可是现在在它大力变动的时候 这个部分又因为血糖的震荡而开始疲倦 然后所以它也有很大的改变 那现在就变成整个内分泌系统都不稳定了 这是为什么你常会在怀孕的时候 突然见到甲状腺的问题 认成糖尿病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所有问题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例子 如果你的肾上腺开始疲倦 因为它掌管了很多其他的荷尔蒙 尤其是有一个荷尔蒙是掌管矿物质 也就是我们体内电解质的分配 那这样子的情况如果一发生的话 你的肌肉收缩就会出问题 所以有一些孕妇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肚子的肌肉或是子宫收缩 因为这都是肌肉形成的 所以它在这个组织因为矿物质失衡 因为矿物质是掌管我们肌肉收缩 跟放松的重要的这个元素 那它开始收缩之后 就发现不能够再放松了 这个都是跟这些荷尔蒙的变换 有很大的关系 那在这个胎儿还没长成之前 子宫收缩不停止 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们在调整这些问题的同时 就要注意这个 不管它是胰岛素阻抗 还是这个认成糖尿病 或是甲状腺出问题 或是我刚刚讲这个子宫收缩不止的问题 其实你们最终最终回去 你可以掌控的就是你的饮食 因为其他的部分一定要跟医生配合 因为医生懂这个内分泌系统的过程 那才可以保住胎儿 但是如果你们要胎儿健康 你们就一定要记得 你们的饮食一定不可以长这个样子 一定要有一个能够平衡血糖的饮食 也就是每一餐 每一次入口的时候 不管它是不是零食 它都是有油 有肉去平衡 能够分解维糖的食物 所以作为一个妈妈 你们一定要记得 这个就是你们主要的工作 如果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其他的现在身体正在做的 大型性荷尔蒙变化 你就可以帮它支撑 那如果你们在这个中间出现了这几个问题 你们一定要跟医生配合 因为他们了解这个荷尔蒙之间的状况 跟它的量 可是你们手里面掌控的一个东西 就是平衡血糖 那就要记得均衡饮食 OK 我以前在怀孕的时候 尤其是前面三个月吐了半死的时候 我常常会想说 为什么老天要我做这件事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被选上做这个怀孕 承担这个怀孕的工作 那有了孩子以后 我才发现 这真的是一个礼物 老天会选择我去做这个工作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是最适合的 那就是因为这样 做妈妈的这个责任 是没有任何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名片可以承载的 没有一个职称可以比你的 你的工作就是最重要的工作 是影响我们未来跟下一代最主要的人选 我真的好希望你们可以珍惜 跟享受你们怀胎的过程 在这个时间就是跟他们建立良好关系的开始 然后我祝福你们一切顺利 下一堂时时刻刻教室的主题是讲有关于小宝贝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也谢谢你们今天观看时时刻刻教室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 拜拜